如果不是唐朝诗人王昌明诗歌中那句气势磅礴的 黄沙百战穿金甲 不破楼兰终不换 可能时至今日 我们并不认识这个在历史上存在了几百年的西域小国 事实上得益于西汉时期丝绸之路的开辟 建国于公元前176年的楼兰国 由于位于中西贸易的咽喉要道 曾经非常繁荣复述 但是仅仅在500多年后的公元450年左右 悉性的高僧发现经过这里时 此地却已经变成上无飞鸟 下无走兽 遍及望目 为以枯骨为标继尔的一座空城 按考古专家们的说法 除了瘟疫和战争外 塔里木河改道 造成城中生活用水逐渐断绝 也是楼兰古城最终被弃的根本原因 为了生存 城中的居民们不得不弃城而出 以寻找适合生活和种族延续的新居住地 而楼兰城最终也被滚滚的黄沙所淹没 直到1900年 瑞典人斯文赫定发现了它 古城才得以重建天日 转眼间 1500多年过去了 人们不禁要问 当年那些不得不背井离乡的楼兰人后裔们 如今又在哪呢 历史上的楼兰古国 由于其位于西汉边境和西域诸国之间的咽喉要道上为了生存 只得在匈奴和汉朝之间左右摇摆 当年张谦出使西域时 本欲以这里为纽带 与大院诸国同好 可在禅于的威逼下 楼兰不仅多次将汉史的路线透露给禅于 使得出使队伍多次被劫 其军队甚至还直接沿途攻劫汉史王辉等 让渴望打通丝绸之路的西汉苦之久矣 等到赵破奴和王辉率领的汉军攻破楼兰 楼兰指得归顺汉朝 这下匈奴又不高兴了 也派兵攻打楼兰 于是当非将军李广接到楼兰攻击大渊时 楼兰指得依匈奴之意 又在汉军背后跟踪丁烧 汉朝终于忍无可忍 于是派父介子前往 赐死楼兰王 将其质押在汉朝的儿子派回来担任新王 并将国民改为善善 按水经著记载 进入东汉以后 由于上游塔里木河中游的孔雀河改道 注入罗布泊的水量巨减 导致原本避水绕城的楼兰城严重缺水 为此敦煌的索勒律一千人 与善善、燕齐、修辞三国的三千人一道 隔断河流以引水到楼兰城 但是尽管付出了大量努力 楼兰的缺水问题却并未解决 除了缺水 突然爆发的瘟疫也给了楼兰最为致命的一击 由于地处中西咽喉来往山谷如云 一种被称为热窝子病的急性传染病 突然在城中爆发 大量家庭遭受灭顶之灾 而尚未感染者则托儿代女连夜逃亡 楼兰很快沦为一座空城 被淹没于漫天黄沙之中 逃出楼兰城的楼兰人又去了哪呢? 据魏书善善记载 南朝宋五帝涌出三年 即公元422年 当时的楼兰城 善善王彼龙的太子帅 率领仅存的四千善善国臣民 契承而出后 在库穆塔哥沙漠北罗伯坡边缘 一处名叫蒲昌的绿洲定居下来 他们以打鱼和狩猎为生 将这里作为善善国新的领地 按《后汉书西域传》记载 北魏太和十七年 公元493年 人绍侍卫的善善国 被丁临人所灭 楼兰人只得再次逃亡 他们其中一部分人翻过天山 向北进入伊武 建计名为奈志的城池 如今 他则是哈密五宝乡四宝村境内的 拉伯乔克古城遗址 哈密干燥的气候 以及荒谈戈壁上的龙耕生活 让楼兰人非常不适应 他们念念不忘昔日闲适的渔猎生活 渴望回到水草风味 鱼儿和飞禽 不知不尽的罗布泊 大约经历了五代人之后 这些楼兰人最终放弃了那支城 整个部落再次回到了罗布泊 但是他们发现 由于罗布泊的水面不断缩减 昔日的绿洲已近飞昔比 而且已经熟悉了耕种的他们 对于向往已久的渔猎生活 却是那么生疏 无奈之下 他们值得重新回到那支 从此安心定居 将这里当成自己的家乡 如今的斯堡村 只是一个有着三百多户人家的维吾尔族村落 已经完全没有了昔日楼兰的影子 村后当年楼兰人定居的拉夫乔克古城 早已破败不堪 关于这座城的历史 村里人也几乎无人知晓 在与古城一墙之隔的一户人家中 一名老者告诉我们 这是卡拉玛克人的旧城 传说城中埋藏有金子 多年以前曾有人进去挖过 结果金子没找到 倒是挖出了死人的骨头和破羊皮等物 那口气 仿佛这些与他毫无关系 善善国被灭后 除了北陶一屋的一脉外 另外的楼兰人中 只有极少数进入中原 融会于汉人不知所踪 其他原本游异于罗伯泊岸边 被称为罗伯人的楼兰人 选择继续在湖边 过着悠闲的渔猎生活 他们与世隔绝独来独往 世代追随着罗伯泊的变迁 傍户而居 所聚聚的村庄名叫 阿不但渔村 下湖捕鱼乘坐的独木舟俗称卡盆 以鲁尾搭建而成的草屋名叫 萨托马 数百年来 阿不但渔村的楼兰人后裔 依靠捕鱼和猎杀野鸭 过得悠闲而丰足 他们捕获最多的 当属罗伯泊特有的大头鱼 这种鱼身体呈作状 体长一米 体表无鳞 一般能长到五十公斤左右 是当地楼兰人的主要食物 而随着上游的孔雀河 河塔里木河改道 罗伯泊湖逐渐干涸 阿不但渔村的楼兰人后裔 再次面临生存危机 他们只得弃船上岸 开始了并不擅长的牧民生活 定居在新地 新格尔等地 并于上世纪六十年代 迁到善善县的迪坎村 英国作家约翰海尔 在写作《迷失的骆驼》 一书时 曾到迪坎村采访过这批楼兰人后裔 其中的叶赫亚沙一幕 便是1901年时 与奥尔德克一起为斯文赫定 找寻楼兰古迹时 担任向导的猎人 阿不都热一幕 叶赫亚沙一幕老人表示 听家族的长辈们说 他的祖先们经历了楼兰 罗布泊 新地 新格尔的迁徙变迁 1950年 不少和他们一样的楼兰人后裔家庭 从新格尔搬迁到兔与沟湘洋河村 但六年后 他们又迁回新格尔 1961年 由于新格尔被列入军事禁区 他们一家再次迁到了 扇扇县迪坎村 而这也是他们的最后一次迁徙 如今 类似叶赫亚沙一幕老人 这样的楼兰人后裔 尚有万人之多 他们分布在二金山脚下的料兰 若羌 扇扇 洛普等地 或耕种 或放牧 终日劳作不错 依靠勤劳的双手 不断创造着 欲加美好的生活 那么 为什么古代很多人 会那么憎恨楼兰 为什么会留下 不破楼兰中不还的诗句呢 这个问题的原因 还得从楼兰国的位置说起 前面说过 楼兰国属于一个交通枢纽 这让它在商业上十分发达 同时 因为这个位置 处于大国的夹缝之中 处境也比较危险 一个小国家 实力不是很强 却非常富裕 旁边有好几个实力强大的国家 能让它安生吗 看着它赚钱 能不眼红吗 楼兰国谁都惹不起 只好到处抱大腿 左右逢源 在夹缝中寻求生存 要不说 小国无外交呢 如果仅仅是左右逢源还好一些 最难的是 楼兰国家在匈奴和汉朝中间 匈奴与汉朝之间的恩怨 可以说是不共戴天 在他们中间 左右逢源就太难了 匈奴一开始 是当时最强盛的国家 本来就是游牧民族 善于骑射 骁勇善战 刘邦曾经率领三十万大军 征讨匈奴 结果大败 还险些把命丢在那 后来汉朝迫于行驶 不得不每年通过联姻 通过进贡 维持短暂的和平 到了汉武帝时期 受匈奴压迫那么多年 汉武帝从小就憋着一口气 经过多年的积累 已经具备与匈奴一战之力 于是汉武帝在位54年 其中有44年 在与匈奴打仗 这一打就苦了楼兰 匈奴他惹不起 大汉朝他也惹不起 那咋办 只能是见风使舵 看着谁更强 就去抱谁的大腿 在楼兰国抱匈奴大腿的时候 曾经帮助匈奴臀兵 还截杀过汉朝商队使臣 这谁能忍得了 对于这样没有立场的家伙 肯定不能惯着 要不然他越来越放纵 后来汉朝没少教训楼兰 对这个墙头草是十分的憎恶 于是就有了 不破楼兰终不患的诗句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